对很多人来说,板栗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果实了 每到冬天,大家小巷里的糖炒栗子总是会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很多农村的大人和小孩都有到山上捡栗子的经历 很多学生都会趁着国庆假期去捡板栗 不过北京环柔却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采摘期还没到,农民就恨不得早早地将青栗子收回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 华柔板栗在北京范围内都很有名 在渤海镇等乡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板栗树 华柔全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差不多在22万亩左右 栗子也因此成了很多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每年的9月到10月初,是栗子采收的季节 正常的节奏本应该是成熟一批采收一批 可是近年来,华柔的很多栗农纷纷缩短了采摘周期 恨不得年轻栗子都提前收回家,背后的原因也很无奈 农民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因为恐慌 这几年,每到栗子成熟的季节 就有很多城里的大爷大妈背着双肩背包 坐着免费的公交车专门来这里 随着前来这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 老人们来扒栗子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提前 只要栗子一成熟,农民还没来得及采收就被城里人捡走了 而且一捡就是二三十斤 按照五元一斤的价格计算 一个扒栗子的老人一天就能从农民的手上抢走一百多块钱的栗子 碰上高峰期,每天有好几百人前来捡栗子 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而且更让农民感到无奈的是 就算是自己遭受了损失 最后的结果也经常是无处说理 一方面因为栗子处的面积太大 满山遍野到处都是 农民人手不够根本看管不过来 另一方面,就算抓到了现行 这些老人的态度往往也很蛮横 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农民只好缩短栗子的采摘期 就是为了求一个落袋为安的结果 可是这样一来,也就导致提前采摘的栗子品质下降 农民的收入也因此下降 事实上,这样的并不是个例 前段时间还有农民的西瓜被偷的新闻 这几年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农产品在收获之前 还面临着被人偷走的风险 农民经常鼓不过来,就造成了损失 农民种地本来就不容易 这样的情况层出不穷 却始终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让人怀疑农民还能挣钱吗 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